在人生的过程中 我们真的需要不断地去挑战自己 确认我们自己 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了解自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自有为了解 而是我们的了解里头 maybe带着放纵 他想的东西极端了 他就可能是我们的发明面包 看得见发明面包 我们一定不吃 可是看不见的一些的想法思维观点 我们可能会做了伤害自己 或者家人 或者身边人的事情 而不自止的 封食自己的内在 用正确的方法来应对 每个日子中 所面对的人事物 认识自己提升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